投资朋友圈助理你的投资决定 接下来是欢迎进入到 深处潜出互通有无的单元 这个单元我们会密切与国策政策联系起来 召来A股专家 一起来探讨一下后市的看法 今天我们在视频的另一端连线上的嘉宾 是有傅少奇 傅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 我们看到今天早上A股三大指数 开盘是涨跌不一 其后是一路震荡向下 不过午后事后三大指数反而是有跌转升了 不过在团圆之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汽车 总车的这个板块 明显它是涨幅居前 总体上两市超过有2000股市上涨 那截止至五盘两市成交超过5600亿元 首先请您先带我们来梳理一下 今天的一个盘面焦点了 今天盘面整体上是一个小幅的震荡盘整 那么当然小幅的走高在五盘之后的话 是有所走高的 说明市场的人气是有所恢复的 应该说近几个月 尤其是四月份 五月份 六月初到现在 这几个月整体上来讲的话 还是调整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近期是有所指跌 那么今天盘面也是有所指跌 汽车股的今天是盘中表现亮眼 那么这主要是由于政策面的利好 促进了板块的一个回升 它本身今年的跌幅也比较大 然后超跌反弹 别加政策扶持 也就是工进部对于未来汽车消费 是有一个政策方面的支持 那么这些支持力度的话 都会反映在这个盘面 以及估值修复吧 大盘本身也跌的比较多了 上证是拒绝下跌 已经是有十几个交易日了 从5月25号到现在 上证就是拒绝在创新低 而是不断的正当盘整 尽管这个涨幅不大 从5月25号到现在吧 尽管涨幅不大 但是阳线居多 阴线比较少 盛城市创业板的话 走势相对是比较弱一点 但是这些剔除掉一些 权重力的个股 尤其是像创业板里面的话 宁德式弹 你把它剔除掉之后的话 你去看其他的大部分个股的话 也是一个拒绝下跌的一个状态 对吧 所以39102的一个 创业板的综合指数 表现要好得多 要比这个加权的这个 399006的创业板指数 表现要好 丰民个股的表现的话 已经区区下跌了 所以今天的盘面 包括近期的盘面 都是有一个趋势期位 所以投资者目前的话 已经不宜再去做空 而是粉底的做多 中期趋势 我说的中期就是这个周线级别 一两周两三周 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的话 应该说大盘向上 很多盘盘向上的概念要大 所以今天的这个盘面的话 我们应该去做多的 旁边之上我们看到房地产产业链 近来是表现相对的活跃 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当中 出口数据下滑 投资和消费的这种预期 自然就来了 那既然是博这个政策的预期 那么在这个预期没有兑现之前 这个房地产的产业链 是不是还是可以继续保持一定的乐观 行情能不能继续延续下去呢 房地产应该说现在叫旧市政策 就是因为房地产四五月份 非常的低年 那无论是房地产的业内的人士 还是我们A5市场上 关心房地产股的投资者 以及房地产产业链投资的 这种相关的这样的投资者 应该都知道 目前对于房地产我们叫旧市 那么旧市的话 就是说过去去年的话 我们有过三支箭 对于房地产股的话 是有一个立竿见语 尤其是去年三月份的话 房地产股在政策的加持下 那么这一次的话 房地产股的话 是跌幅居前 也就是说今年以来的 这个房地产股跌跌不休 房地产产业链也跌跌不休 这个是已经是跌了比较多了 跌多了的话 它至少有技术性的反弹的要求 所以近期的话 在利好传言叠加技术反弹的 这种背景下 房地产股以及产业链的话 是这个从上周五开始到现在 就是一直是在回升的 这个回升的话 应该说获得 或者说等到这个 就事政策出台的可能性是大 因为我们国家过去都是防住不炒 所以对房地产有诸多的制约的政策 比如说像一线城市的限购 那么这个的话 是放开的可能性比较大 所以现在业内的普遍的预期是 限购要放开 当然这个放开之后的话 房地产股还能不能继续高个盛利 这个不知道 但是有这样一个利好预期在的话 的确促进了房地产股 以及房地产产业链的 这个股价的上扬 所以投资者可以在这里 做一个政策操利 也就是说你目前 或者说从上周五开始到现在 持有房地产股或者是产业链的个股 等到利好出台的话 就减仓甚至是出局 那么这样一个政策套利的话 应该说操作性还是比较强的 因为目前 如果大家去看一下 整个行业的预期的话 也就是说国家 因为国家有这个官媒的 这个政策的吹风嘛 那么这个吹风之后的话 这个预期相对是比较确定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房地产的产业链 房地产股积产业链的上扬的话 现在还没有别墅 当然是不是说要开出来 然后周一是不是高开低俗 这个不知道啊 总归这个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利益好的话 至少一个高开是有的 所以也不用特别担心 所以我觉得目前还是可以继续做多吧 在政策的憧憬之下 这个内房可能还可以延续它的一个声势 那我们另外看到整体大盘 还有一个方面呢 就是算力方向依旧也是保持相对的强势了 一些龙头个股的量价没有出现明显的失控 这是不是反映出呢 在AI赛道上短期 还没有出现一个全面性退潮的这样一个风险呢 后续仍不仍然值得投资者保持一定的关注呢 今年可以这么说啊 从冲结之后的话 在XGPT这样的一个热点股 热点板块的引领下 整个人工智能这个方向的话 是出现了全面的火爆 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是可以用牛市 来形容整个TMT 人工智能整个产业链这个方向 所以今年行情 大盘行情不怎么样 但是人工智能 包括IRGC XGPT 以及算力 以及上下有产业数的经济 这些真的是可以用牛市来形容 现在的话 有一个结论 就是牛市还在继续 这个热点的话是层出不群 今天的这个算力啊 包括边缘计算啊 包括这个冷链服务器 这个产业链 包括东树细算 那这些产业链今天是继续的高更迷进 所以这里面 仍然有相当多的牛股 它是牛股背出嘛 动不动20厘米 动不动涨停 虽然说它不是全面的大涨 它是这个磁气匹服 一块是这个热点 一块是那个热点 比如上周 它就是脑力接口 就是脑机接口 再加英伟达概念 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 英伟达还在股价 还在这个增长 然后整个这个深圳 上海 北京 这些地方政府出台 这因为超越现成是吧 出台了诸多的 跟人工智能相关的政策利好 你比如说深圳的话 它无论是政策的支持 还是千亿左右的 一个基金的一个支持 引领一些子基金 百亿规模以上的 子基金的一个投资 所以这里面的这个 这么巨量的一个投资 政策加持 使得板块机会 仍然是非常活跃的话 我觉得未来还会在持续的 所以大家 尤其是一些短线操作人 目前市场短线的机会 在这里面的话 非常的明显 因为善于做短线的话 在这里面的话 还是能捕捉到 很多好的一个投资机会吧 在大盘之上 我们再来捕捉一下板块方面 还有哪些产业呢 是拉升的 看到了最新的是 新能源产业链集体拉升 消息面上看到习近平总 习近平日前是到内蒙古的 呼尔号特式调研 听取当地的发展新能源 新材料的一个产业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等情况介绍 那这一番的效应 您觉得能持续推动 整个新能源产业 进一步向上吗 新能源产业目前是超级反弹 就是说它在今年的话 是跌幅巨大 尤其是一些龙头像龙基这样的一些龙头 它是因为这个产品价格回落 是导致这个利润的预期大量低 所以它股价是跌得跌跌不休 那么应该说这些龙头降价的话 其实也是对产业链是有利好的 你比如说这些龟片呀 或者是这个组建的一些价格回落的话 那么对发电端 以及对上游龟料的这种拉动的作用的话 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因为下游的成本就降低了嘛 那么你这个实际的应用应该是更好的 所以目前这个行业都不是增利 但是对于这个下游受益的 包括一些这个产业升级的 你比如说TopCon 就是这个光伏的这样的一个新技术 以及HGT建制 因为它要技术更新换代码 这一年 今年还是仍然是有牛股被出的 所以我觉得投资者是把握住 这个产业内受益的环境 你比如说发电端 你比如说上游的龟料 比如说是向这个产业升级端 新技术 然后这个市占率扩大的这些 这些的话 在新能源产业链的话 仍然是有好的投资机会 至于像龙基啊 这样的一些产能过剩的 这样一些龙头 包括一些相关的 跟它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公司 它股价还在跌跌不休 它财民的价格还在下跌 我们可以暂时观望 但是未来一定会起往回升的 因为它的估值已经比较低 未来如果整个估值体系的话 受到市场认可的话 那么我相信是有这个抄底的资金 去捕捉这些一个投资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新能源产业链的话 是有投资机会的 好 明白 那也是感谢傅先生这一时段 以我们的这个视频连线 以及带出来的详细的分析了 我们也先休息会 回来之后还有港股环节 就是他们的阶段 我们先试银 一会儿 一会儿 那一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 大人